縣院張美慧接受民眾反應表示 現行台鐵的寵物推車規範 讓四組經常要背著行李和推車奔走在月台之間非常不方便 張美慧特別邀請了行政院東福中心 還有台鐵花蓮運務段共同討論 希望可以在不影響其他旅客乘車便利和安全的情形之下稍作改善 讓友善動物政策可以更辨明 依據現行台鐵的規定 折叠之後符合長寬高規定尺寸的寵物推車可以帶上車廂 但是必須從檢票口閘門開始就要收好寵物推車 對此寵物四組向縣院張美慧反映 從入閘門檢票口到月台上車還有好長一段路 四組經常要背著行李拉著推車還要抱著寵物 沉重的走上車非常不方便 希望台鐵局能夠適度的做修正 那因為現在我們也很鼓勵低碳旅遊 鼓勵大家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尤其火車鐵路是非常方便的這個交通工具 那另外一個方式另外一個面向就是現在養寵物的四組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帶著寵物旅遊又是一個很普遍的旅遊形式 就是花蓮也在推動友善寵物的旅遊 這樣子的一個希望大家也都帶著寵物來花蓮旅遊 所以他希望能夠進到要上車到列車前 能夠再把他的這個分離籠子跟推車分離 那這段時間他在月台行走的時候是可以拉著他的寵物 在籠子裡這樣子的一個行徑 那也希望台鐵能夠調整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 其實應該要與時俱進這些比較應該要調整的措施 應該要來讓符合更多的旅客寵物的一個規範 先緣張美惠特別邀請到行政院東服中心台鐵花蓮運務段來共同討論 希望能夠在不影響其他旅客乘車便利與安全的情形之下 可以稍作改善 讓友善動物的政策更加便明 而對於議員的建議 台鐵花蓮運務段也表示 會把意見彙整提送總局來檢討 希望能夠以便明為前提 讓旅客搭存台鐵更舒適便利又安全 借旅會幻視報導